你怎么带了这么大一个东西 想给他一个特别礼物吧 很少见到上我们节目的嘉宾 会给前任准备礼物的耶 因为喜欢他这么久 挺不容易的 也是想给自己个仪式吧 走在风中 今天阳光突然红柔 天的温柔 地的温柔 想你抱着 今天在一起多久啊 半年了 分开呢 半个月吧 你们俩是什么星座的 他是射手 我是双子的 这样个星座配吗 我觉得挺般配的啊 而且我们都非常互博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走到分手这一步呢 就是我不好吧 在一起这么久了 还是没让你爱上我 我喜欢他很多年了 就在去年 他跟别人又分手了 我特别地心疼他 因为他是护士嘛 就一直上着夜班 特别地累 我就每天早上去接送他 他并不反感我 我就鼓起勇气 再给他最后一次表白 没想到他同意了 最后一次表白是什么意思 就要放弃了吗 女生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当时真的还有点犹豫的 他说了我们可以在一起试试 如果实在不行就可以分手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现在的年轻人不都是前恋后爱的吗 这年轻人 但是一直不合适的话 哪有那么多前恋后爱啊 你是觉得我们现在不合适 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合适 说我没用 让你这么久都没来上我 我都说了不是不是 你到底懂不懂啊 是我欠你的好不好 好了啊 我知道我一直是个田狗 我也心甘情愿自己做个备胎 好吗 我转阵之后这段时间 我已经很幸福很快乐了 备胎实在要回到备胎位置 其实你真的很好 你好到我已经挑不出 你有什么毛病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 跟你在一起我总是会走神 不想再让自己那么难受了 我也不想勉强你 这样对你不公平你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找他来 我是想要跟他讲清楚 我们把东西都给带来了 树梅亲手做的DIY 每个星期他都会帮我定鲜花 所以这花瓶永远都不会空着 他一直很怕热 又总喜欢披了头发 我就一直戴在手上 他需要的时候没有 那就找不了了 如果你们把物品交给我们 我们这样不做退还 也代表你们同意 你们的故事和纪念品 在我们分手博物馆展出 所以你们真的要分手吗 孤单的今后 如果了该怎么度过 可不可以不分手啊 我已经决定了 天边风光 身边的光 而不在你眼中 你的眼中 你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肯定会见面的 好 最后还想送他一首歌 可以吗 可以吗 弹得不是很好 没关系 哦 你是手破了吗 对 因为 是昨天晚上才开始练的 不知道不迷尿 不想要为什么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却孤单的黎明 不知道不明了 不想要为什么 我的心 那爱情的几零 总是在孤单里 带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 好 对 好 我好 对 by bwd6